《沉香如蟹》是由杨子和诚意合作出演的一部古装剧,而且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,最近几年有几部翻拍小说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而且热度比较高的几部作品中,两位主演也都榜上有名。 这一次杨子和诚意的结合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了,在杨子面前诚意可以说是晚辈,毕竟杨子是作为童星出道,而且杨子的热度也会诚意高一些。 这两年诚意的作品播出之后,诚意的古装造型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认可,最近《沉香如蟹》最新的路透曝光,网友们看到之后都高呼,缠哭了。 《沉香如蟹》吻戏路透曝光,杨子现场教学,《沉香如蟹》自从确定主角之后就受到了大家的期待,如今这部作品已经正式杀青了,作品官国陆续晒出了很多预告片和剧照。 这部剧虽然没有正式开播,但是热度却不容小觑,从成立的《沉香如蟹》剧照,到预告中两位主演的对手戏,都曾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和期待。 因为没有正式定档,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在反复地回味各种花絮和预告。 最近曝光的一段路透视频,让大家都表示,不能够继续等待了,大家都希望明天就能够看到这部作品播出。 这一次曝光的时候,二人的吻戏露透,虽然之前在预告片中大家就看到了很多吻戏,但是露透中的吻戏似乎更加有氛围感。 杨子和成立都是与古装造型的适配度非常高的一人,两位主演的古装造型都非常好看。 这部剧播出之后,大家也终于不需要担心角色造型太丑的问题了。 这一次花絮路透中杨子和成立的服装和造型都很搭。 在拍摄吻戏的时候,两位演员都非常敬业,没有任何的笑场和不自然。 让大家更加惊喜的是,在拍摄吻戏之前,视频中的杨子是先给成立示范了一下。 他慢慢靠近成立,随后一把拉过成立,二人也因此靠得越来越近。 随后成立在杨子的示范后加上了一些自己的想法,整体呈现出的效果真的非常好。 甜甜的恋爱氛围感已经被拉满了,氛围感已经拉满。 网友高呼,再不播就要缠哭了。 之前杨子也合作过很多男女人,每一次杨子的合作对象都对她有很高的评价。 杨子本身就是性格非常好的艺人,在片场也就像是一个开心果一样。 艺人在拍戏的时候并非是完全被导演支配,适当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和想法。 最近几年,很多男性角色都被嘲讽太油腻,从抬起到动作,也很少有男艺人能够刚好掌握一个尺度,因此很多细节的氛围高无法更好地呈现。 往往女艺人会更加了解女性观众更喜欢看什么,因此杨子的示范也能够让诚意更加有感觉,知道该如何更好地呈现出好的效果。 虽然拍摄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,但是两位艺人在拍摄的时候都非常严肃认真,没有丝毫的怠慢。 如今这一次的路透让大家更期待作品能够早就播出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